欢迎来到蓝色的威纳大体型使用法 今天我们来讲解第二册的第57页下 57页的下段是第六把位的11段零星练习 当中有一些在两根弦上的交互指法相当困难 像是这个地方 它在A弦和D弦上反复的运指 这种指法都比较困难 因此我们会在示范影片当中强调手指的动作 首先第一段练习 使用到第六把位的第四种指法 也就是一指定位在A弦的伸收 一二指也就是伸收和拉是半音 而二三指也就是拉和吸是全音 一指在按旋的时候 指尖要弯曲像是勾在旋上面那样紧紧的按旋 可以先分工把指法练手后 再用每一拍也就是四个音一弓 把速度练快 最后再照普上功法练习 接下来第二段练习 使用到第六把位的第三种指法 一指定位在A弦的还原收 一二指也就是手和拉是全音 二三指拉和吸也是全音 所以每个手指都要撑开全音的距离 这段练习和第一段一样 一指按旋的时候指尖要弯曲一点 像是勾在旋上面那样子 而且每一指都要张开 所以要常常注意一指的还原收 它的音准是不是有跑掉 我们一样可以先分工把指法练手后 接下来每拍一弓也就是四个音一弓 把速度加快 最后再照普上功法练习 Zither Harp 一三段练习 使用到第六把位的第一种指法 一指定位在A弦的还原收 一二指也就是收拉是全音 二三指拉和降息是半音 虽然指法比较简单 但是要注意这个过程中 一指不可以离开弦 一四段练习使用到第六把位的第一种指法 和刚刚的第三段是一样的 一指按在A弦的收 一二指是全音 所以收和拉是全音 二三指拉和降息是半音 由于第六把位的手指本身就向下倾斜 所以如果相同指法要按在两根弦上 要平行的方式来按弦 像是这两根弦上都是用二指 我们的手型就要改成水平的状态 在DA弦上面的二指来回演奏的时候 手指回到水平的状态 这样子比较容易 同时按在两根弦上的相同格子 如果要用二指紧紧贴在弦上会比较困难 我们这两个音刚好都有泛音 我们可以先用泛音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音 Zither Har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五段练习使用到第六把位的第三种指法 也就是一指按在A弦的收 一二指 收和拉相格全音 二三指 拉和还原息也相格全音 这个部分只有二指按在D弦上 所以每一个手指要撑开会更困难 那先分工把指句练准 并注意一指的收是不是一位 第六段练习则是在第三种和第一种指法之间来回切换 也就是一二指始终是全音 而三指还原息的时候是全音 向息的时候说起来变半音 所以当中的一二指指句是完全不变的 第七段练习使用到第六把位的第三种指法 一指定位在A弦的收 一二指是全音 二三指也是全音 这段练习有点像是第五段练习的延伸 所以重点也相同 如果二指同时在D弦上面有指法的话 我们建议可以先使用泛音 一八段练习则是在第三种和第一种指法之间来回切换 也就是一二指的距离不变 但是三指要看它是还原息还是降息 还原息的话则要撑开全音 降息的话则三指缩起来变成半音 这段练习也相当于第六段练习的延伸 只是二指按在D弦上面 而三指在改变指句的时候 要想着如何维持一二指之间的距离 这段练习也相当于第六段练习的延伸 也相当于第六段练习的延伸 第九段练习用到第三把位的第三种指法 一指在还原收 一二指是全音 而二三指也是全音 这里我们要把一指当作重心 无论是撑开三指 还是二指在D弦G弦上面使用泛音 都要注意一指的位置 以十段练习使用到第六把位的第三种指法 一指在A弦的还原收 一二指全音 二三指也是全音 这段练习和第七段相似 只是它的篇幅比较长 更加要求手指的耐力 最后一段十一段练习 在第三和第四种指法之间来回切换 也就是一指在A弦的还原收 和D弦的伸收之间 会来回切换它们的指句 一指在变换指句的时候 要先以前一个音为重心 避免完全离开弦 例如说这个一指从A弦的收 要进入到接下来D弦一指的深多的时候 在往下缩之前 我们要利用前面这个二指当作重心 来完成缩指的动作 最后一个小节的二指翻音 用水平的方式 轻轻碰到两根弦来拉走 以上就是关于威娜大提琴使用法 第五十七页下的解说 如果这影片有帮助到您 欢迎您订阅分享按赞 谢谢您的收看 懒音色线上大提琴学院 课程优惠开始啰 只要你一次购买两套以上课程 结账的时候输入Cherro88 就可享有88折优惠 如果你已经购买过我们的课程 再购买第二套课程 只要结账输入2nd88 就可享有8折的优惠 现在就来加入我们的行列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